国语有生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大道康庄 主著先佛为诸天圣佛 通天教主将 术修道之含义 修者是也 智也整备也 道者理也 天理良心也 中庸曰修道之畏教 修道就是修士其道理之正确 浅言之曰修学正道真理 而行善德之畏也 所以修道就是整备正确之天理良心 而行善德 不做坏事 不履邪境 发扬人的理智与善性 为之修道也 世人误会修道 乃是道家之修行而已 书不知修道 乃是谱天下之人 不分男女老幼 是农工商 人人均要修道 修道是为人处事 必须知德性也 世人若不修道 则不明人意理智忠孝廉洁 而无忠臣 孝子 亦是之出现 所以世人必须修道 以发扬其善性 养成其善德 使能对国家社会人群 有所贡献也 农人若不修道 不但不明人意理智忠孝廉洁 亦难以出现善德 赌厚之农家 农人若无善德 一味游手好闲 则对于耕耘不利 不衣食节剥秧 除草 施肥 灌溉 收获等 就难以增产 农作物若无增产 则影响民生质据 所以农人意应修道 发挥其善性 努力于农业 以其贡献于国家社会人群也 工人若不修道 不但不知人意理智 忠孝廉洁之可贵 其所工作 如不守道德 则偷工减料 致贪图不义之财 而不顾其信用 致工业不能振兴 间接直接影响国家社会之需要 所以工人意应修道 发挥其善性 致力于工业之发展 商人若不修道 则不明人意理智忠孝廉洁 而媚其本来善良德性 一味贪图厚利 而成为奸商 失去商业道德 不择手段 欺骗顾客 以图不义之财 则扰乱社会之秩序 而损害商场之信誉 事故 商人意应修道 以发挥其善性 而求正当之利益 同所无欺或真价实 所以男人若能认真修道 就能了悟奉行三纲五常 女人若能认真修道 就能遵守三从四德 事故 修道乃为人处世之德性 人人若能修道实践奉行 则遥天顺日之重现 只日可见也 愿世人免知 有诗为证 人性由来本善良 只因媚却此灵光 勤修真理明心地 大道康庄达八方 大道康庄赏律 三 代为宣扬 劝人阅读大道康庄善书者 每次记二功 四 热注印刷费 印行大道康庄善书单行本 广为赠人阅读劝试者 每次记五功 五 劝人注印大道康庄善书者 每次记三功 因此小编鼓励大家 多多注印此书哟 小编整理末法书基 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 可从地狱离开去 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前程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证果 若没通过 则可至少到 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栏道五庙明正堂 拱恒堂 虚原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恒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恒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消七式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恒堂圣书县世报律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 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恒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二十德 准于转为因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超拔与生前筑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恒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筑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筑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筑籍往生弥勒净土 筑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生 拿摩弥勒净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五 发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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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